除了最高的折扣 你知道我們是最高的折扣 20%的折扣優惠 先打個八字 以及如果提前扶清樓價 3%的現金回贈之後 樓價扣減以上的現金回贈 的金額為570,50,160 尺價為1萬8千730 我們為大家揭曉 我們首張價單最低的尺價 最低的尺價 那單位是2B座2樓的H單位 我們截實之後 那個確實的金額 就是7752,240 那尺價到這個最重要 最低的尺價就是1萬7千980 1萬7千980 那尺價 你想看私底部的股市開價 是不是對於私底部的股市有信心 其實一直對香港的樓市都有信心 我們兩位加拿大員 我們都是非常之 對市場有信心 因為香港的經濟在疫情之後 都會慢慢報告 所以我們覺得基本上 就算是有私情報告這件事 我們都會照顧去推測 我們希望到達過月的公司 所以我們有沒有考慮到 私情報告的人呢 是有考慮 但是對於我們的推測部分 完全是沒有理會的 所以我們照著我們自己計算 照著市場可以承受的價錢 去做這個定價 第一次那個開價 之後會接近成本的價錢 基本上可以這樣大膽說 我們基本上要不計成本 我們希望先賣幾個市場 以量為先 成本的考慮和過往的考慮 是很少的 很不同的 這次我們基本上 真的很看市場成熟的力量 看定價 反而那個成本的考慮是很低的 基本上一定是 你也有做過發展商 我自己覺得 政府一直都有密切留意 那個市場 所以今次的 政府由機會去檢查 我覺得是一個正面的 事實上 所有的政策都是配合市場的發展 而政府這麼密切留意 證明政府都很緊張 整個香港的經濟 對於我們作為發展商 也好 作為市民也好 我們看到政府這麼密切 去看意識 我們其實很開心 證明我們這幫政府的高官 包括和白首帶領這幫高官 其實很貴民的 包括商家 包括任何人士 包括一般的市民 所以我們覺得是挺好的 其他之意 是不是真的對市政府有信心 其實anytime 我們對政府都有信心 總之政府 推行什麼的市政府報告 我們都會全力支持 基本上如果我們參考 尤其是二手的叫價 其實基本上我們 都是低於二手的叫價 所以基本上 我們明益買家這個策略 是沒有改變 基本上是真的想幫他們去置業 個別單位不同 但是 坦白我 我們現在有班人在這裡 他們是第一個 正常看得到賣樓的有線 如果你對回個別單位 對面 觀景 外景 其實它的欠量超過30% 我們看到 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要跟錢進口 市場是現在承受這個價錢 沒有辦法 剛才你也說過 我們不計成本 並且買家的策略 希望能夠賣到貨物 可與論訣 可與論訣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